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那么刚才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可视化的一个文件传输工具 那么除了可视化的呢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 我们Ninux本身的带做面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除了带做面 还有一个不带做面的 所以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高级一点的 就是通过命令行 来进行传输文件的 那么这个属于一个扩展的 扩展三 通过命令行工具 来传输文件 来传输文件 当然文件夹也可以 传输文件或者文件夹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 它叫PSCP 工具 PSCP .exe 不用管这个文件 别人啥意思 在哪呢 在这个 Fallzilla 同步录下 有叫PSCP .exe 也就是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和那个PU帖 是一个公司出的 所以它也比较小 不需要安装 316K 但是这个程序 你不要指望直接打开啊 你打不开 为什么打不开呢 这地方都说了 命令行工具 怎么打开啊 放哪打开啊 CMD里面打开啊 所以这个地方注意啊 它必须得通过CMD来打开 必须通过CMD 命令行 打开啊 没有办法直接打开的 打不开 那既然打不开的话 那这边呢 我们要用它的话 我们就得通过 命令行来 使用了 命令行使用的时候呢 希望 就是说 如果大家希望这个命令呢 说的比较简短一点 就是直接可以在 在这里面 像我这样啊 直接输入这个PSCP 它就能运行了 如果想要这样的话 那我建议你把它放到 环境 变量里面去 放到环境变量去啊 那么为了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可以呢 将其放到环境变量目录中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什么是环境变量 如果不清楚哪一些路径 是环境变量路径 没关系 只需要将其放到我们的C盘 下面的WRNDOWS Windows目录下即可 最简单粗暴 不用你设置 你把它丢进去就行了 因为C盘的Windows目录 它就是环境变量目录 是系统自带的 不需要我们配置 可以呢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它放到我们的C盘的 Windows目录 也就是系统目录 把它呢 粘贴一下 大家要有管理员 请一下 点试 粘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重新打开一下它 重新打开它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输入这个PSCP 多了一个 就可以了 如果能看到这个效果 说明你的这个PSCP 它已经在这个环境变量里面去了 那么进来之后呢 我们输入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使用语法 怎么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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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语法呢 有这么三种用法 有这么三种用法 那么这三种用法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这个使用用法 用法 语法的话我们可以读一下 第一个用法呢 看它是表达什么意思 拗不行 选项吧 选项有哪些 后面是不是都选项了 选项 选项 然后呢 user at host user at host 咱传输肯定是两个服务器进行传输 要么就是说 Ninux传到Windows 要么Windows传到Ninux吧 那么user at host 这种形式是Windows的 还是Ninux的 user at host 这种形式啊 在哪见到的呀 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这种形式吗 那说明这个是什么服务器啊 Ninux传输股器啊 所以前面呢 就是选项 肯定还是有的 选项 空格 然后用户名 用户名 at Ninux的一个 主机地址是吧 然后后面呢 一个冒号 sauce表示 sauce表示资源 表示资源啊 就是资源 那资源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上传或者下载 是不是得知道资源的路径呢 所以这个资源表示资源的路径 然后target 目标 也就是我们 Windows本地的地址 就是我们想把它拿拿去 那么用Ninux在前面 Windows在后面 这个表示 相对于我们Windows来讲是上传下载 对 下载到Windows 下载到Windows 这是第一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 PSCP 选项依旧不变 这个还是选项 选项肯定还是放在这个后面 选项 选项 然后sauce 也就是资源的路径是吧 然后后面这种形式 这是什么呢 Ninux的嘛 所以后面是用户名 at Ninux 主机地址 然后后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路径呢 远程的路径 如果相对于Ninux作为本地的话 那么Ninux不就远程了嘛 是不是 如果我们把Windows看作是本地 如果把Windows看作是本地 那么Ninux是不是远程了 是吧 但是相对的 所以它表示 上传到Ninux 上传到Ninux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名领 PS PSCP 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名领比较好看一点 PSCP 空格选项是吧 后面干嘛呀 -ls 谁的命令 是不是Ninux的 LSNinux的命令 然后后面呢 用户名 用户名 at 是不是Ninux的 主机地址 然后后面的话 file spci 就是文件的一个描述 就是文件路径嘛 然后这个表示什么含义呢 就表示列出远程 路径下的结构 其实 记住这两个就够了 记住这两个就够了 它能够时间上传下载就够了 就是列入无路结构 那我通过中担不就行了吗 还问它干嘛呀 是吧 那三个 这两个用法的话 我们看前面两个用法 前面两个用法 我们可以试一下 前面两个可以试一下 来来试一下 第一个 先来干嘛呢 先来去下载到我们的本地 本地Windows吧 下载到本地Windows 那么下载到哪呢 这地方的话 我来先建一个文件夹 先建文件夹 找一个盘 这个盘不行 搁哪呢 搁这个 尽量不要用中文 尽量不要用中文 这是一个建议 但用行不行 如果你非得用 可以 没问题 我放这吧 一盘下面的天辟 那么现在要求呢 要求干嘛呢 要求说 我将这个 将这个远程 Linux服务器下的 服务器下的 ETC 整个目录 复制到 我说下载到吧 下载到我们的本地 这个目录下 那么按照它的语法 我们这个命令该怎么写 首先这个地方 命令开始 对吧 PSCP 然后选项 注意是整个目录 如果摆在 Linux服务器下 我们应该干嘛 是不是要地规啊 那这里面有没有地规呢 这里有没有地规呢 有没有啊 在哪啊 是不是这个啊 就是它叫 recover地规嘛 就这个 所以有杠啊 那么有杠啊就简单了 杠啊嘛 然后用户名 我们用root来测 root按照主机地址 不就是我们的IP吗 192.168.21.128 然后 网号怎么能少啊 不能少吧 按照预法格是不是有个网号吗 网号 哪个目录啊 是不是跟下的 EDC啊 哎 行 然后 空格了吧 空格 后面呢 Windows的地址 不就是 这部分 伊码的 喷 fail 那 对 复制一下复制一下 来执行一下 粘贴一下 这个粘贴怪怪的 没复制过来 这是前面的 没复制过来 复制 粘贴了 好了按一下回车 看什么结果 那么回车之前呢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啊 走 干嘛 合理吧 你要是没有密码的话 是不是任何人都能下呀 那肯定不行啊 所以输入密码 那么输入密码的同时 注意也没有提示 你放心的输就行 输完之后 输完之后 按回车 输完之后按回车 走 没输进去吗 咱稍等他一会儿啊 看他待会有什么提示 在CMD中之后 在CMD中输入之后啊 需要去输入密码啊 输入密码 我把图截拿起来 应该真没输进去啊 想截个图的 图没了 输入密码 那么输入密码 那么重新输一下 应该是刚才切完大约的时候 没输入进去吧 可以了吧 当然这个呢 我应该是以前连过 如果你没连过的话 他可能会让你出这个 就是又一个K 问你是不是 Yes or No 其实和刚才这个Puty一样的 有个确认 你确认一下 以后就不会出现了 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说 他能够把你的 大小啊 和速度 都给你列出来 还有进度呢 百分百 不是慢 是因为他文件多 文件多 就会显得有点慢 那么观察这边 有了吧 然后里面呢 就都出来了 那就都出来了 但这个执行得多长时间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你文件也多的 肯定越慢 网速还是很快的 你看多少KB每秒啊 相当于是 32兆每秒 这个速度 那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行 那这边呢 咱就停了 就不去下了 这里面东西太多了 暂停吧 暂停怎么暂停 对 Ctrl加C就行了 Ctrl加C暂停就行了 行 那么这是下载命令 那么上传呢 上传只要我们把路径 调过来 是不是就行了呀 上传 第二个 上传文件 到Ninux 那么按理要求呢 是这么来吧 我们选择几个文件 我们把今天的所有内容 就是这个目录架 所有的内容 传到我们的Ninux上去 把这些所有内容 传到Ninux上去 将 Windows下的 所有内容 所有的 内容 传输到 Ninux下 Ninux下 然后呢 root 用户的 加目录吧 就加目录吧 给它放进去 那么这个命令 应该怎么写 首先肯定还是指令开头嘛 然后整个目录 而且包含紫目录 干啥嘛 地规 然后 是不是我们本地在前面了呀 就是园在前面了嘛 园是不是就它呀 那这个地方有个建议啊 如果你的这个路径里面包含空格 包含空格 一定要给它引起来 一定给它引起来 啊 为什么要引起来 因为我们的两个选项中间是不是有个空格分割啊 你如果不引起来的话 特别认为 是两个或者是多个选项了 倒是出问题了啊 所以遇到中文和有空格的 我建议给它引起来 安全一点 然后后面 后面的话 你要把文件传到远程上去 是不是得签登录啊 有用户 root at 192.168.21.128 然后放哪家 放 Root加目录吧 哎 行 好了 那就是这个命令啊 就是这个命令 然后 粘贴 哎 没复制过来啊 复制 粘贴 哎 最后干嘛呀 回测就行了啊 回测 那么回测之前呢 先看一下我的加目啊 没有吧 没有啊 好 没有 没有那就回车了 放这来 走 输密码是吧 哎 又是厂里 输密码 输呗 走 这里面有视频 所以呢 它可能有点慢啊 但是传上去了嘛 肯定 肯定是传上去了 肯定是传上去了啊 先让他们去 命令行这边来检查一下 LS Sony 有没有啊 有 但是注意我们Windows和Linux的资负集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导致中文过来全变成了乱码 中文过来全变成乱码 但传的时候没问题啊 那么进去一下 CD 当节目录下 201 这个显示就有问题了啊 切换过来了 LS 有是有 但是都是乱码啊 所以这边呢 就是以后咱建议就是这个中文啊 尽量不要用 尽量不要用中文啊 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行 传的是没有问题的 一切呢 都是OK的啊 它就能够传到我们服务器了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来检查一下 如果说你的命令行出现乱码 那这个工具可以查一下 那比如说 对吧 打开 卡住了 那边东西比较大 有点慢啊 就是感觉咱怎么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呢 散一下这个之前不是说了吗 咱说的这个命令呢 它属于命令行命令 所以不能在Windows下直接打开 得用什么打开啊 得用CMD打开嘛 因为它属于命令行工具 前面标红了啊 已经标红了 在这个地方 属于命令行工具 所以必须通过CMD打开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读活动 因为中文肯定读不了啊 它服务器上肯定是乱码 你还读不了 所以这边以后呢 就建议各位呢 尽量在这个路径上 不要用这个中文 并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啊 切换到加目录啊 给它删掉 IM-RF20 走你 没了啊 什么文件 中文不是说了吗 咱以后尽量不要用中文呢 你说这个啊 这些啊 那我这边不是正常的吗 我这边正常的呀 编码不一致 编码不一致 我们Windows的是GBK编码 服务器的是UT8编码 编码不一致 你如果切换过来 也可以保证我们刚才传的那个显示了 但是你如果那个显示 这个就不显示了 因为两个编码不一致 所以只能选一 CMD不可能打不开的啊 不可能打不开的 第二个工具呢 咱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 可以去试一下 哪个好时啊 第一个好时是吧 第一个好时咱就以后用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我建议你还要会 为什么 因为以后如果说你要传 Windows和Ninus之间呢 哎 那就麻烦了 你只能用命令好 因为没有这个可说话前面 那么Linux之下有这个SCP名量 SCP名量和PSCP名量语法一模一样 语法一模一样 到时候就不用你去装这个EXCE了